今年金马奖有一个奖项特别受到瞩目 那就是最佳新导演 因为今年包括了《我的少女时代》的导演陈玉珊 还有演员出身的苏友鹏都入围了新导演奖 让这个奖项话题十足 不过呢 也惹起了一些正义 国片《我的少女时代》开出亮丽票房 不但捧红宋玉珊入围最佳女主角 陈玉珊自己也风光入围最佳新导演 17岁的时候 我期待有个人对我的左耳说甜言蜜语 你有没有女人 电影《左耳不遑多让》 书友鹏眼儿优则倒 同样入围新导演与陈玉珊等人作对厮杀 跨航拍电影对都是演艺圈老手的他们 反而变成新鲜初体验 但片场的操作复杂 也让外界冒出质疑 真的是他们亲手拍的吗 其实我一开始很想讲一个 单纯的爱情故事 电影公司澄清 现场的确有执行导演林子平 但前期的筹备跟后制 都是由陈玉珊一手包办 撇清带拍争议 但导演跟执行导演的分界 也让外界相当好奇 协助导演去跟其他工作人员 一样做沟通拍摄细节 包括跟演员的沟通 演员的情绪如何掌握 他的节奏 他这边的表达 协助一个没有这样训练的导演 可以快速的融入一个拍摄团队里面 阿和注意雷某这边 他手一举起来 也就只要过去 从那些年开始 跨航导戏渐渐变成电影圈常态 但是隔行如隔山 执行导演可以帮助 不是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 精准呈现内心的想法 执行导演要更多的是 去消化导演要的东西 进而跟导演讨论出 导演可以要执行的内容 只是最后 他不是一个决策者而已 所以对新导演来说 如果像李忠一样 正统科班出身 可以把想做的黑色喜剧元素 带入青田街一号 在现场更可以跟剧主人员 顺畅沟通 我们团队其实都 很有自己的意见 他们都非常的有经验 像小二他在里面 他对摄影他就有很多 他就不需要每一场的光通是连的 他就每一场痛 应该是用原来的东西 去发挥他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现场 做了很多灯点 整个戏看起来 我不用调 就是红红的非常红 那有点点血腥 那你觉得感觉对了就对了 感觉很抽象 执行却要很实际 先前爆出 陈玉山曾在片场说 我需要某种情怀 让现场人员听了都傻眼 不知怎么去执行这个想法 但看在业界眼里 这也凸显执行导演的描述 他也不了解去如何说明 可他要的就是 follow这个人 盯着他脸部的表情 慢慢的特写 那执行导演就如何 把他落实在 跟技术人面的沟通了 我需要这时候 可能要用轨道 我认为导演要用 说了这个方式 必须要用轨道 还是要用crane 来完成事情 他可能要下这个判断 执行导演辅助指挥调度 算不算抢走导演的主导圈 业界普遍认为 这涉及到剧组 协定好的权力分配 外界只能从成果来检验 而最后决定权的那个人 就是导演 很多东西是跟着你的 你的色彩实在无法 其实要消灭是很难的 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 让这些人愿意替你做 也许你本身的东西 已经够好了 可是如何跟他替他加分 而不是只是完成一份工作 这是在导演创作 或者是在电影创作里面 最难的 有人戏称导演属于总教练性质 每个人风格不一 但导演们最在乎 而且不变的还是 有没有把故事说好 电影是讲故事 你把文本看清楚了 然后知道你要讲什么东西 你把它讲出来了 你的风格在那之后会出现 可是如果你故事 没有讲好的时候 风格反而会很模糊 电影环境批骗 只要有人愿意投资 都有可能出现更多 跨领域的新导演 52届金马奖终于表示 接受新导演 可以有执行导演的辅助 算是某方面终结争议 但最后能否得奖 成为评审的判断因素 挑战金马的给分 请准则 有点TV 李文化又穿话 综合报道